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P&O Sharon 看完上次的影片 关于签证面试前需要准备的事情 大家是不是都更清楚了 今天的影片 Sharon将带你去内湖了解面试流程 首先 带好护照与所有的文件 出发前往位置内湖的 American Institute in Taiwan 美国在台协会 如何抵达呢 其实交通还算方便 台北捷运加步行就可以抵达 如果对路线还是不清楚 可以参考接下来Sharon拍的街景影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抵达之后 警卫会先检查面试预约单 才决定可不可以让你进去 这边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提早太多就抵达了 警卫也可能不会让你先进去 所以Sharon觉得大概面试前15到20分钟抵达就好了 不需要提前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到 进去大门之后要进到建筑物之前会遇到另一个警卫 他会请你手机关机并会当场检查 也会询问有没有水或食物 还会检查护照跟证件 若有水或食物会叫你倒掉才可以进去 进去建筑物里面后是安检环节 如果有其他液体 例如生理时间水防狼喷雾 或是电子产品像是手表蓝牙耳机之类的 都要拿出来另外寄放 用健保卡或身份证或其他官方证件抵押 抵押时会给一个手环 出来的时候凭着手环可以拿回寄放的物品 过安检门的时候 金属的物品像是皮带饰品也需要拿下来 通过安检之后进电梯准备上三楼 在一楼电梯附近有拍照亭 如果照片出了什么状况可以赶快在那边补拍 上了三楼后穿过空中走廊 之后右转进到面试区 准备审文件扫描指纹的面试 总共有三个步骤 第一步审文件 依照窗口人员的指示 递交i20DS160的确认页跟护照 虽然说因为照片好像电子化 所以除非是补胶不然不需要佼佼 但学人建议还是随时备托 自己也会比较安心 窗口人员可能会简单询问一些基本资讯 如实回答即可 资料处理完到第二步 指纹扫描 窗口人员会指示放哪一只手跟哪一些手指 照着指示操作就可以了 扫描完指纹后 最后第三步就是很多人紧张的面试 依照指示把文件递给面试官后 他会问一些问题 其实放宽心不用太紧张 如实回答问题应该就可以了 如果最后面试官收走了你的护照 那么恭喜你顺利拿到留学签证了 离开AIT前记得去领回自己寄放的物品 面试完后大约两到三个工作天 贴了签证的护照 就会快递送到家 但快递是获到付款型的 所以建议面试完收到快递以前 尽量都待在家 不然可能错过快递 无法准时收到签证 看完这个影片 是不是对美国留学签证面试程序 更了解了呢 希望这支影片 对还在紧张面试的同学们 有一些帮助 如果有任何相关经验或看法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